为什么民航飞机上没有提供降落伞呢? 大家一定非常好奇 主要有以下这四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客机的机舱是密封的 如果打开舱门会导致严重的施压事故 后果是全舱旅客全部冻死或窒息而死 同时舱门的旁边就是发动机 乘客跳伞后很容易就会卷进发动机里 第二个原因 飞机失事通常都是在瞬间发生的 即使每位乘客都拥有降落伞 也来不及穿戴好降落伞完成跳伞的准备 再一个个地跳下去 再说 每个人都会想先跳 也会容易造成混乱和恐慌 第三个原因 跳伞看着简单 但实际上是一项要经过特殊训练才能掌握的技能 未经训练的人由于不会操纵降落伞 很容易把自己裹到伞包中 然后像一块石头一样砸到地面 最后一个原因 降落伞价格昂贵 对航空公司是不小的经济成本 况且几千米高空上氧气稀薄 还要配备氧气瓶 如果为每位乘客配备降落伞和氧气瓶 就会大大增加飞机的重量 而且会占取很多空间 大大影响飞机的营运能力 综上所述 所以飞机上不配备降落伞 大家对此的什么看法呢